从小就被美国人领养的安东尼奥 在美国南方展开了新生活 就在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之后 却发现自己竟然是个非法移民 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噩梦 为蓝色海湾再度自编 自导 自演的全姿态 更找来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爱丽西亚维坎德 饰演片中这位急于拯救丈夫 又全新顾家的母亲 充分展现女性的坚强与任性 她非常努力 她真的要关注她的家庭 她做了所有的事 以充分为她的孩子来生成一个好的環境 所以我认为这一部分 我真的很喜欢描写她 因为我真的看起她的女性 你甚至在那些秘密商业 而不是你的朋友 他们在用你 他们在我的家庭 关心社会议题的全姿态 在2017年指导了 关于洛杉矶种族暴动的电影 《韩国佬》 并赢得了日舞影展大奖 而这一回入围砍城影展的蓝色海湾 要从亚裔观点 呼吁社会正视这群 没有身份的跨国收养儿童 所产生的非法移民问题 东西文银红文 在好莱坞的采访报导 你永远不能回来